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哈尼亚遇害的时候 它前一天正在出席伊朗新任总统佩泽西西洋的就职典礼 哈马斯就职 以色列军队实施了对哈尼亚的暗杀 旨在摧毁哈马斯及其民众的意志 但是哈马斯表示 不会因为领导人牺牲而被摧毁 他们正在举行一场解放耶路撒冷的公开战争 而以色列军方至今则是拒绝表态 作为以哈停火谈判的关键人物 哈尼亚被杀影响是持续发酵 令哈尼亚命丧德黑兰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德黑兰现场 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 耶路撒冷现场 凤凰卫视特别记者胡小宇将带来哈尼亚 遇刺之后当地的最新的相关消息 在深圳现场我们有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琳先生 在北京现场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也会一起来聊一聊 在以哈停火谈判正在推进的时候 哈尼亚之死又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首先来看张冲的主通报道 加沙地带的枪炮声仍未停歇 发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刺杀行动 在位停火蒙上阴影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证实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当天在德黑兰遭暗杀身亡 哈尼亚同行的一名保镖也当场死亡 据悉哈尼亚此次到访 是为参加伊朗新总统佩德西奇亚的就职仪式 曾在30号与哈尼亚会面的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 就发声表示 报复哈尼亚遇刺是伊朗的责任 哈马斯方面则直言认定 是乙军对哈尼亚实施了暗杀 并称将予以报复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呼吁 巴勒斯坦民众团结起来 约旦和西岸多个地区 31号爆发罢工行动 引试抗议 被指为袭击元凶的以色列军方 早前则是拒绝对哈尼亚死亡予以评价 而以色列官方却在社交媒体发布图文 称哈尼亚在德黑兰遭精准空袭打击后死亡 结合曾有消息指出 哈尼亚死于来自伊朗境外的导弹袭击 此次袭击是何方所为 似乎已无需多异 哈尼亚遇袭也可谓是一时机体千层浪 中国 俄罗斯和卡塔尔等多方 均发生谴责暗杀 土耳其方面更是痛斥以色列政府 并无寻求和平的意愿 美国防长奥斯汀则对此评论称 假如以色列受到攻击 美国一定会施以援手 言语之中似乎已然笃定 中东局势将因哈尼亚之死而战火蔓延 现年61岁的哈尼亚 大学期间便加入哈马斯 曾短暂出任巴勒斯坦总理职务 并于2017年起担任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就由美媒分析指 哈尼亚在组织内部有重要地位 遇刺或将对以哈停火谈判 以及地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而正在参与以哈冲突斡旋的卡塔尔首相 更是直言发问 当谈判的其中一方暗杀另一方谈判人员时 调解如何能成功 以色列方面30号便曾空袭 以尼巴嫩首都贝鲁克郊区一栋住宅 并声称击杀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尔 哈马斯领导人遇袭 以离局势升温 和平曙光似乎又因着装装渐渐 变得遥不可及 美 英 法 德等西方多国 已发布旅游警告 呼吁国民尽快离开 或是避免前往尼巴嫩 哈尼亚遇袭身亡背后藏河引擎 誓言报复 加沙和平已遥遥无亲 以离升温中东局势将战火蔓延 احنا بالنسبة لنا يعني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مصالحهم قدرنا على عمش وابنائنا واولادنا هم جزء من هاته جزء من هاته والذي يضبط اقاع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ميدان ويضبط اقاعها في السياسة هي استجاب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صيوني بالمطالب التي نتمسك فيها على خط وفي المقاوم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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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ي إحا和平談判 正在推進的时候 哈尼亚突然遇刺身亡 看似是不合常理 但背后的逻辑 我们待会和嘉賓一起来聊 我们首先来关注 截至北京时间31号 晚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哈尼亚被暗杀的相关话题 受到世界各地媒体关注 以色列媒体热搜的头条 是杀死哈尼亚的导弹 并非从伊朗发射 排在第二位的是 贝鲁特暗杀事件的新细节 阿拉伯世界是这样的报道 野门骚乱的新闻 排在第三位 好 我们再来看美国媒体 最关注的也是 哈尼亚在伊朗 遭以色列袭击身亡 紧随其后的是 以色列对贝鲁特 进行了罕见攻击 排第三位的是 特朗普将在黑人 记者大会上讲话 中国香港媒体热搜榜 第一的是 休班警察设无排驾驶 在旅游的时候 失控出车祸 排第二的是 哈马斯称哈尼亚 在伊朗遇刺试言报复 排第三的是 委内瑞拉宣布和秘鲁断交 好的 我们首先来关注 在德黑兰现场 我们有请李瑞 那么李瑞 这一次哈尼亚在德黑兰 被暗杀身亡 虽然幕后黑手 到现在还没有人承认是谁 但是想必是引起了很多猜测 那么最新情况 你在德黑兰什么掌握呢 好的 那么现在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哈密尼亚还有伊朗总统 培泽西齐亚 以及伊朗其他各方面的官员的话中 就已经直指以色列 认为是以色列做的恐怖袭击 同时伊朗将会复仇 一定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快速的打击 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些官方的消息 而伊朗的外交部也发表了声明 指责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 而且也是侵犯伊朗主权 那么伊朗将欲报复 同时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 也促请联合国安理会 要来干涉此事 那么同时 就是在伊朗的国内也是一片哗然 这件事情导致伊朗今天的股市是一片下跌 而且伊朗的里亚也是大量的变幅 就是外汇的市场 从美元对里亚的汇率 从昨天的56万里亚对亿美元 涨到了今天的61万里亚对亿美元 所以很多的民众都在焦虑 现在的紧张急事会不会导致 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得到消息 伊朗国内是举行了三天的哀悼日 也就是明天早上的德黑兰时间 早上八点 将会在德克兰大学为哈尼亚举行国葬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密尼耶 将亲自到场为他举行祈祷仪式 那么哈尼亚的遗体将从德克兰大学 达来一职 送葬到阿扎迪广场 有消息说他的遗体将会在德黑兰安葬 也有消息说他的遗体将会被送到卡塔尔的多哈 在那里星期五为他举行葬礼来安葬 但现在官方消息还没有公布 与此同时伊朗德黑兰的很多的 比如正在这个时候 就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巴勒斯坦广场 有很多民众聚集在那里 在进行集会谴责这起暗杀事件 那么同一时间哈尼亚的随行的团队 他们现在也在举行新闻发布会 来就这件事情发表看法 目前伊朗的官方还没有对这件事情怎么发生 到底是怎么袭击的 没有发出任何的评论 但我们现在有消息就说 哈尼亚今天早上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 他在他的房间浴室里正在洗澡 突然一个从空中发过来的一个导弹 击中了他的房间 导致他和他的一个保镖死亡 而且他的那个地点就是在伊朗北部 阿巴东宫后面的一个专门共退役军人居住的一个住所 周边是安保非常的严密 所以预计就是一个空中打击 以上就是我掌握的消息 好 谢谢李锐 那么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定点清除行为 我们再来有请正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宇 那么我们知道小宇 以色列到现在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也许他永远也不会承认 也不会否认 那么以色列国内舆论对此事的看法呢 好的 科夫 以色列当地时间上午开始就有 大量的当地媒体开始报道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耶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就是被杀害的这个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乙方目前民间的反应是比较平淡的 就是社会上面并没有出现大量的波动 但是呢有不少以色列人的一些 在公众媒体上面的话呢 有表达出对此事的一个 就是高兴的一个情绪 另外的话呢 我们求证过了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 外交部的话呢 目前对此事表现出是不与置评的一个态度 这个与以往摩萨德在海外执行行动之后 外交部的这个态度是一致的 而巴勒斯坦方面的话呢 巴勒斯坦民间一定会对哈尼耶 进行大量的一个纪念活动 因为哈尼耶本身在就是巴勒斯坦地区 拥有相当高的这个名望 也曾经当过巴勒斯坦的一个总理 因此的话呢 在之后的时间里面 就是会有很多的人 把他定义为是一个 就是坚持抵抗的一个殉道者 并且的话呢 在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可能会有很多响应 而巴勒斯坦的很多武装 像阿克萨烈士旅和穆斯塔法旅等等 有很多哈尼耶的一个崇拜者 那之后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向以色列境内发动更多的袭击 以对此事做出响应 而我们观察到呢 在哈尼耶就是被杀害之前 以色列的话呢 有一个军事行动 去了贝鲁特的南郊 这位之前的一个 黎巴勒斯坦主党的一个指挥官 进行了清除 这位指挥官被认为 是在以色列格兰高地的 一个村庄 导致12名孩童遇害的一个元凶 而以色列官方宣布 在此次行动之后 如果黎巴勒斯坦主党的一个指挥官 不再有反馈的话呢 那此轮的冲突的话呢 可能就此画上一个休止符 那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话呢 就是方式明显让 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官员是很不满 认为政府表现出过于软弱 曾经的话呢 有一些当地媒体报道 有地面行动的方案 就是对黎巴勒斯坦主党 地面行动的方案 摆在内塔尼亚湖的桌前 但是的话呢 最终选择了这个 比较克制的方式 那很有可能 哈尼耶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暗杀行动的话呢 也是在情绪上面对冲 国内对于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不满 好的 可夫 好的 谢谢小宇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在深圳现场的马晓林院长 您如何来分析这个事件的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看起来都很诡异 地点是在德黑兰的眼皮子底下 时间是在和平谈判 很快可能会有成果的情况下 危机事件呢 这是既意外也不意外 不意外地声明 哈马斯的领导人 无论是像哈尼亚这样的政治领导人 还是像戴夫这样的军事派对领导人 已经处在这个以色列的公开追查之下 以色列已经说了 除了卡塔尔哈马斯领导人的这个 庇护之所此外 天涯海角都是以色列追查对象 那么从这点来讲 哈尼亚这个死亡 被杀掉是迟早的事情 地点在哪 那是看它的结束 这个不意外的 意外就是它居然在伊朗的首都 都会被以色列干掉 当然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 处理以色列 没有其他的这个仇家 那么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又正常在哪 因为利塔尼亚胡现在希望 这个加沙战争不能停 因为加沙战争的结束 就意味着它政治生命立刻结束 而且要接受这个国内的反对派的 这样的一个丢后算账 可以说呢 不仅提前结束了政治生命 而且有可能要吃这个牢狱之苦 那么现在在这个节点上呢 应该说 杀掉这个哈尼亚 而且是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内 这个最高战斗领导人 还是温和派主张对以谈判的这样一个人物 杀掉他 其实就是给巴尼 哈尼亚的这个谈判 结束冲突 入口释放人质 这个制造障碍 激化这个矛盾 第二呢 也是破坏最近在北京达成的北京宣言 就是这样是增加这个巴勒斯坦内部 这个激进派和这个温和派 这个主打派跟主核派之前的矛盾 因为哈马斯这个杰哈德已经是赞成了 这个要推行两国方案 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以色列 愿意和巴结组织 遵守奥斯坦协议 那么现在已经把哈马斯领导人干掉了 那当然了 这个哈马斯包括杰哈德强硬派 肯定是要这个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那么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呢 应该说呢 其实我觉得这次 也是以色列这段时间一贯做 就是想把美国更实的卷入进来 具体的说要拉美国来对付 所谓的这个抵抗周心的 这个幕后的总舵度伊朗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伊朗现在实际上是伊托斯 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 那么带着哈马斯 伊拉克人民抵抗力量 还有也门胡萨武装 这四个非国家行为体 共同形成了对以色列 这个非法占领的这个抵抗周心 那么以色列一直认为 伊朗是这个中东地区局势的 这个总根子 特别是包括美国 特朗普也是 认同这个立场 那么我想在 内坦尼亚湖防美归来 追杀 这个 追杀 这个 哈利尼亚 这个我觉得甚至这里面 可能就有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背后的受益 总而言之呢 现在他就想把这个局势搅乱 说到底 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 内坦尼亚会讨好国内的强硬派 然后呢 要延长自己的这个生命 至于和平 那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对他来讲可能 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 曹伟东先生 从 我们从细节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以色列是如何来做到 在德黑兰的眼皮子底下 把哈利尼亚给杀掉的 这是在技术上是 从军事上 这个看到 就这次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它是一次暗杀行动 那么如果要执行这样的暗杀行动呢 可以用多种方法 当然就是由于啊 他现在已经明确的看到 不是人员的进来 或者是这个狙击手的这种暗杀 而是导弹打进来了 那么这个导弹呢 一般说是无人机挂在的导弹 因为如果是有人机的话 那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是被拦截 那么无人机呢 由于在电子干扰下 它可以低空的突防进来 然后呢再发射导弹 这是一种方式 而且它打完之后 你还找不到 就来我影去无踪 你还不像这个有人战机 你可以根据航计啊 可以判断出来 是从哪起飞的降落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 无人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当然不一定是一架 它可能有多架 组成一个编队 就有的去吸引你的目标 吸引你的雷达 有的去执行任务 有的去观察后果 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类似于战斧巡航导弹 因为这个目标 是一个固定的目标 那战斧巡航导弹 完全可以根据射程啊 上千公里的射程 然后来精确的打击 当然这个需要 就是要有定位 那么这个定位呢 我觉得呀 由于现在 它是参加一个重大的活动 那很有可能它的手机 或者其他的这些 就是个人使用的物品吧 就是把它精确的定位到 这个位置上 那一般战斧巡航导弹 不会误差五米 所以这样也可能造成了 就这次军事行动的 就是完成 那么一般的说 只有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或者像美国呀 比如说一支军事强国 有比较现代化的这种武器装备 新极化武器装备 你才能完成这样 一般的恐怖组织 你都很难有这样的装备 能完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从这个军事的角度分析 就是以色列 就是来执行的 或者是它企图策划的 这样的谋杀的 可能性是最大的 其实我们看到有新闻说到 导弹就是沙斯哈尼亚的导弹 不是从伊朗境内发射的 言下之意是 可能是从以色列发射的 是不是在军事上 可以做到 从以色列发射一枚导弹 钻进了哈尼亚 凌晨的卧室 将来杀斯 注意以色列是有海军的 那它如果从这个艇上 就舰船上发射战补巡航导弹 类似于这样的导弹 是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未必一定要从 以色列本土发射这样的导弹 这样可以从其他的地区 或者是海里 就是水中发射这样的武器装备 也可以把就是在境外通过无人机 就是来打这样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能光听它一方面的 之词说这个导弹不是从 这个伊朗境内发射的 那很有可能 恰恰是从伊朗境内发射的 因为它突防进入了伊朗 所以我们说呢 就是这些可能都存在 但未必是从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 好的 谢谢曹先生 我们再回到李锐 李锐你看现在 整个伊朗的这个安全系统 似乎给以色列给渗透成一个筛子了 屡次发生严重的暗杀事件 那么伊朗政府 是不是对此有所作为呢 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和安排吗 目前来说 伊朗只是说现在还在调查 军方说还会公布 具体的事件的经过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不过呢 就我观察呢 一方面呢 就是伊朗安全流动确实很大 就一方面它的技术是比较老旧 因为受到制裁 那么所以它的很多的这种 安保的技术和系统呢 都是比较老旧的 而且我看到就是很多这种安全人员 他们的手机都是拿的是 就是过去那种不能够智能的 那种比较老的手机在用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 就是信息不要透露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因为国内的经济不好啊 加上这几年 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抗疫示威 所以呢就是很多民众 他们对政府啊 对这个体制呢 并不满意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程度上 如果说以色列招募一些人的话 可能更容易招募到 就是跟以色列一起来反体制 反这个政府的人 还有就是伊朗呢 就是因为它呢 是从国内呢 它其实是比较注重国内安全的 比如说情报人员 那么但是在它的防空系统中 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漏洞 就是好比说 在两个月前 以色列打伊朗 伊朗打以色列 中间就发现伊朗有很多漏洞 但目前伊朗并没有公布具体细节 是 好的谢谢李瑞 最大的漏洞就在德黑兰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聊 待会见 我们下期见 舆论对之前以色列是否在和平谈判上 具有诚意是很有争议的 那么现在这个疑问可以消除了 因为据说谈判对手都给消灭了 我们有请在深圳的马晓林院长 您觉得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 将往哪个方向走 似乎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现在中东局势主要两个看点 此前看以色列会不会对利巴兰争主党 进行全面进攻 如果全面进攻的话 那就可能爆发第三次利巴兰战争 当然这个结果来讲对以色列也是在难性的 那么从现在看以色列好像似乎没有打算迈出这一步 因为至少中北部的居民没有大规模的出散 他还是采取这种定点清除 杀关键人物进行惩罚的这样的做法 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爆发点 就是在伊朗首都发生了哈马通岛人 被以色列导弹或者是无人机暗杀这种事情 这对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 民族宗言是个巨大的挑战 尤其对伊朗的新总统的权威 甚至从某种来讲 也在直接威胁警告伊朗的领导人的安全 那么伊朗下一步怎么回击 什么方式回击 多大范围的回击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当然从道理上来讲 伊朗美国都不希望这场战争 从东地中海外移到波斯湾 因为这对美国跟伊朗的利益 都不是最大化的一个方式 而他们在这点来讲 应该跟以色列的想法不一样 下一步很有可能 伊朗通过他的代理人 向以色列甚至向美军的 在中东的一些目标 进行暴风的这个袭击 也不排除伊朗向以色列境内 就像今年4月份一样 定点象征性的发一些 金种或者不金种的 导弹或无人机的袭击 以来宣泄他的愤怒 是的 谢谢马院长 我们看来一句评论说是 中东屡次有和平的曙光出现的时候 最后都熄灭在内塔尼亚湖这里 好 我们再有请曹先生 对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还有伊朗和黎巴嫩之间的矛盾 将来的发展 您有什么看法 好的 我们说这次行动之后 会出现就是以色列 可能希望达到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军事力量 在这个区域 也在中东继续拖下去 因为美国说了 要对以色列加以保护 就是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树敌很多 那美国的军事力量要在这拖下去 第二 可以把以色列内部的矛盾平下去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组织和人员 希望把这个解救人质 放为首要的问题 而现在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对手 就不是像过去的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哈马斯或者是尹蒙呼赛武装 这么弱的对手 而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国内的矛盾平下去 第三个 可以使巴以冲突打下去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国际社会和这个组织 都要平战 不希望就是巴以冲突再延荡下去 人道主义危机在外溢 但是出现了这个结果以后 这三件事就可能发生 那么我想这个伊朗可能做出一些 有克制的这种暴行动物质 是 大多数人都希望停火止战 但是还是有人想打下去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感谢李锐和胡小宇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群群连线》 我是李克福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 hast du 听说的 喝酒 咱们uffis 则也好 你吃独秘的 那我去吃这个 太一件了 你吃腿群群的 我去看这东西 你吃挂它 而且你吃鱼群 我去看这种 如果你吃药 我去吃鱼群 我去看这种 不是我去看这种 你吃鱼群的 你吃鱼群 好 我去看这种 心情缠得很悠 那烦恼不怕喝重夜 带我去另一边 是这个纷针 总要的那些 终于改变不变 梦时的劫力 只想改变 别惊动明天 留住这瞬间 还凭谁游荡不及卷 寻遍了天际的边缘